當君說的 Hello YouTube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Cody Hello 你好 我是彤強 Yell 這支影片主要就是我們來講一下關於我們的這個 工作室 其實講的工作室這個詞是對的詞 工作室只是一個讓大家比較明白 這個地方到底是哪來幹嘛用的 但是對我來講就比較像是一間家 對對對 一間像是我們大家一起住在一起的一間 宿舍 對對對 大家一起住在那邊做影片啊 有點像是大學宿舍在做Assignment那種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你想一下YouTuber的工作是怎麼樣的 當然我們的工作就是拍影片 拍日常影片 然後我們的set是比較家裡的 那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拍起來很好看的家 對 然後呢我們又不喜歡那種很office的感覺 因為我們不喜歡那種穿著former wear 然後去到公司那種很聚精的感覺 對 而且這邊有一個文化就是 大家都好像朋友這樣 然後一起互相學習互相成長 並沒有一個老闆員工之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選的這個地方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就要告訴你就是說 到底從頭到尾這間家 從我們一進來 剛住下來完全空到選購到討論到整個過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想一想回去一年前剛翻進來的時候 整間家空空這樣有點想酷你的嘛 感動到想要弱淚你的嘛 現在看到整間家完完整整 長成一個人樣 真的真的真的 從去年的 經歷了多少喔 多 我們來從頭開始講一次的故事 那所說的他們就太小嘛 當然 當然我們就要成立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就要找一個 比較稍微有一點空間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observe 了很多地方 然後到最後我們就來看到這一間 然後這個地方是在 Lakefield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間喔 它是面對湖的 那我們就 很美 我第一眼就被這個湖吸引到 對 那我們就想 哇 你看我要每天長喔 起來看這個湖 想靈感 心情多好啊 那我們就乾淨有點貴 但是想了一下 OK啦 去遇罷了啦 去遇罷了咯 因為有兩個人嘛 怕什麼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地方租下來了 哈哈 這個就是精彩的部分了 那時候因為這間家 它是全新的 燈也沒有裝喔 什麼都沒有裝 不要做歪牙 然後我就跟一組講 叫它裝一點燈 它就裝那些basic already 當然也不夠亮 可是還是整間是很空 非常空的 什麼都沒有 它甚至是連水喉啊 kitchen啊都沒有做 什麼都沒有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當那一刻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想說 原來我需要裝很多東西 我們當時就突然間有了一個念頭 不如我們去找有經驗的人 跟我們一起合作 教我們怎麼樣的去把這個地方 打造成一個我們想要的樣子 我們那時候心裡已經有concept了 就是我們想要有一個google place 一個work space 一個我們叫youtube home的一個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就有提到說 因為我想要找偶人 問你有沒有認識interior designer 然後每樣就介紹給我一口 就是inpublisher的老闆 interior design media的一個公司 這樣子 他非常有經驗在幫很多的名人 就是一起去完成這樣的project 他比較像是project manager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見了一口 然後就見了他 跟他開會討論我們想要的concept 然後他就去找他覺得適合我們那些廠商 跟interior designer Alex 然後那時候呢我們就見了new infinity 然後new infinity是一個馬來西亞很強的一個interior design公司 他們在外國拿了很多的獎 非常擅長於設計這樣子比較 就是年輕concept的一些物質 然後他們也對我們這個project很感興趣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要求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是租的 對他們倆是一個挑戰來的 如果我不能做這麼多build in的話 我要怎麼樣讓這個地方看起來很漂亮很好看 所以他們就揭曉了這個任務跟挑戰 這個interior designer他叫Alex Lee 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年輕的designer 他自己本身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他整個人很young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我們到底想要的氛圍是長什麼樣子的 是是是是 所以他給了很多的suggestion 然後在我們進行了一些討論之後 Alex就決定了客廳就讓commun進來去做布置 commun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新加坡家具品牌 那基本上在中國、香港、澳門都可以找到他們的show room 然後Alex就從當中選了覺得適合的這一些家具 然後開始搭配 最主要的是rover series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那個 ankle series commun主要負責的這個區塊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 然後客廳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想要一個比較solid 雖然我們想要很colorful 可是color不代表說你每個東西都要五顏六色 這樣就會看起來很像kindergarten 對所以他就用了一些比較沉穩的顏色 來搭配這個colorful的氛圍 大家如果有發現的話 其實他有兩個不同的塞 這邊是屬於比較沉穩 對 然後後面這邊就可能會比較colorful一點 對 可是這樣子的mixture 是我覺得很剛好的 對 為什麼當初我們會選擇這個rover series 是因為他有一種vintage 然後低調奢華的感覺 是 他是有一點點金屬的一些小的detail 口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 就是他們的家具都很注重細節 他們的那個籌層沒有把手 沒有把手的話就看起來好像不像是籌層 但你拉出來又是籌層 他們會design一個 curve 一個curve 對 就讓你可以有一個handle去拉出那個籌層 對還有這個系列就是他本身有很多的金屬 go color的這個detail 像是做腳啊等等 他就會有兩種的色tone 所以我們的客廳其實他整個就有一種黑色跟金色的一個color tone 然後commune的東西也有一些leather的details的 他這樣子很多很細節的東西是後來我發現到有叉的你知道嗎 他會讓你的整個客廳看起來有格調 這個是我覺得designer很厲害的地方 然後選完了家具之後 他們就講說那個牆壁白白色這樣子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找來了這個vasari paint 那vasari呢他是一個馬來西亞很出名的一個picture wall啦 他也是一個特別的氣 然後他塗的方法要跟平時我們拿那個刷子刷不一樣的 他塗的是什麼呢 他有自己的專人來幫你處理這個氣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你不能就是買一桶然後回來自己 對你不能夠自己買自己的圖 他需要vasari的人來幫你去上這個氣 然後後來我們的designer就講說 既然我們整個客廳的顏色是灰色黑色跟金色的感覺 然後我們那個牆就一邊選黃色然後一邊選灰色這樣子 我這時候乍聽之下我在講黃是拿種黃的 然後原來他是帶了這個像什麼啊 Mango Gold Yellow 講真的一開始他塗那個黃色的時候我是有點緊張 可是我講真的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黃色的牆 他剛剛開始游的時候因為我們還沒有放家具鏡 我們先游氣嘛 我就緊張了可是家具鏡啊主要我明白 Detail 那我們另外一副是最常上鏡的 就是那個灰色的 那一面很多人就會留言問說 那個牆壁到底是怎麼樣做 就是vasari paint 然後這個牆壁最厲害的是他拍照真的很好看 大家看我的 然後因為我們的designer也有加了一個spotlight 去打下去那個牆壁 所以他那個有一個很特別的texture出來 講真的是很impressed 真的很喜歡 但這個帶不走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講為了拍照好看 所以我們還是把這個牆壁 不要緊少過 去下個地方我們再找vasari來做一次 然後左邊有這個灰色的牆壁之後 我們就想講對面這邊 你看整大片落地窗要怎麼辦 當然是需要cutton Intern designer Alex 也幫我們搭配了一個灰色來自cutton place的cutton 它整個那個奢華感就起來了有沒有 對對對 它的cutton的detail也是 哇不是開玩笑的 是是是是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去cutton place 他們的秀容超級大 他們有拿這個馬來西亞的book of record 最多窗簾選擇的品牌 品牌 他們的秀容是我見過史上最大的那個買窗簾的一個品牌 對你進去裡面什麼顏色都有 什麼batten的窗簾都有 而且他還有可以示範給你看白天是怎樣 晚上是這樣可以抬發官的產品 很高級然後很專業 對對對 然後我記得老闆本身有跟我講說 欸好的cutton應該是怎麼樣的 那你到底想要全岸的還是你要留一點燈的 還有就是那個布的質感 可以看到的是我們客廳這個灰色的布喔 它是絨毛布 那我就這樣看起來的時候我就有點看不懂 但是今天掛上去的時候我就明白了 因為它是很厚很重的一個布料 所以它的那個線條是很直很美的 然後在它後面那一層我們就放了一個紗窗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想要淡一點的陽光 但不要太曬你就可以拉那個紗窗起來 然後那個紗布它本身是有線條的嘛 那線條喔 皮特也學問你的 為什麼它下面要加那個重的布 因為它拉直 對啊它不會有周折所以它就會看起來比較美 然後那樣子的設計 如果白天的時候 早上有太陽的時候 你會看到地上有那個陽光色 先來這樣一條一條 是是是是 很漂亮 DETAIL Curtain Place 還有一個更讓我驚訝的地方 就是它們其實是馬來西亞唯一一個串聯品牌 有跟 Swarovski 一起有做的 所以你們會看到它們的logo 是一個 Swarovski Crystal 所以非常的奢華很高級 然後我們這整間家的所有Curtain 基本上後來都是在他們那裡挑完的 挑了很多很久 然後它那個一本本一本本那個拿出來挑 是傻眼的 然後這個時候真是很謝謝我們的interior designer 不然的話 因為它做事情真的很快 快很準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你讓一個有選擇性障礙的人去挑 我跟你講 你自己想想一下啦 如果Curtain去挑那個東西 我會在裡面一個月啊 我看每天 我覺得你會做百家貝 然後把每一個都再也超一個顏色 我跟妳講不能 因為我是那種喔 我如果去好像比如說我去買衣服 我看到這一款衣服我很喜歡 但是還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我三個都 我會在那邊糾結 糾半天我到底要哪一個顏色 所以我要賺多一點錢 我三個都不糾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做選擇不能夠讓我做 所以有Alex萬事搞定 他很快的就幫忙選出一個 很適合我們這個空間的一個顏色搭配 那做完了主要的客廳之後呢 我們就想出想要一點fun的人數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去找了一些 就是比較可愛的一些裝飾品 就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個足球桌啊 然後這個keyboard啊 還有很多的這一些裝飾性的 那些motor bike啊 這些很多很裝飾品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去到Carray Carray是馬來西亞一個很知名 蠻大的一個品牌 它裡面有很多各種各樣 你意想不到的家裡的裝飾品 其實我之前沒有辦法憑空去想像說 今天這個家有了裝飾品長什麼樣子 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我Alex有跟我們說 這個家的那個corrector 是需要靠這些裝飾品來點綴的 那概念就好像一個女生啊 或者是一個男生都好 你有衣服褲子不夠的 你一定要有一點耳環啊 你要有這個啊 這也是畫龍點睛 對畫龍點睛 它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更好看 家裡也是一樣的 有啊這些東西整間家不一樣的 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挑了一些 可能像是可以玩的這些足球機啊 這個也是corre來的 corre就是連這個都有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去看看 其實在裡面有很多很多 很有個性的裝飾品 然後呢你其實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個性 去挑說屬於你這個空間的 vacurated piece啊 在裡面也是真的學到很多啊 最重要我覺得學習到的是 你們到底是誰 你要很懂你們家的identity 我覺得你學會怎樣去呈現你自己的性格 怎麼樣在一間家 我們在一看就知道這個就是coldi粉紅的工作室 對對對 那個時候我們一直想要有一個google space的感覺 但是喔 好像哪裡都 嗯? 欸?有嗎?有嗎? 有嗎?它少一點東西 然後之後我們就去Wisen找了這個hexagon 它是五顏六色的一個椅子 你想要怎麼樣玩它都可以 對 你要圍在一起 還是你要像我們這樣子 對向外面都可以 對 它很flexible 然後它讓這個整個底樓 多了一個很fun很young的一個感覺 對對對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去Wisen 其實原本不是要去挑這個東西的 對 因為Wisen他們專業呢 是在做office furniture 我們是想要去選我們剪片用的椅子啊 坐椅啊 對 然後就在門口遇到了他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也在Wisen 挑了我們很多的office furniture 那主要我們需要的就是要剪片很舒服的椅子 那個東西我們也是有跟Wisen的負責人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我們做的batter 因為Wisen本身他們有去發明很多 他們自己的office furniture 所以他們有很多很有專利的一些發明 然後同時候呢 我們也挑了很多就是符合office的桌子 其實之前我沒有想到挑桌子有這麼多選問的 一個Wisen它的那個furniture它很多是detail 我們designer最喜歡的就是它的桌子有一個斜欠角這件事 就是因為原本哦 你桌子哦 要solid的話 木要很厚 可是如果你的木這樣子從旁邊望去很厚的話 它看起來很重 你的空間感會不足 對 所以當它切斜邊的時候哦 你這樣看上去 欸看起來蠻薄的 但你用起來還是solid的 而且它夠大 它真的可以讓我放好多東西 所以當它在挑Wisen的那整個過程 其實我發現到就是我會認真去想 我們平時剪片的樣子是什麼 因為那個真的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天花最多時間 就是坐在那個電腦桌前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去想說 要挑怎麼樣的椅子給我們的團員啊 希望他們的脊椎好啊 對 對我來講呢 有兩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椅子跟桌子 這兩個是 它一定是一套的 因為缺一不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的睡覺用的床 我覺得對於人類都是啦 睡覺不要捨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要挑床完 我們就去那個sleep country 它是一個就是有carry 很多不同品牌的一個 船入船賣店這樣子 我印象非常深刻耶 去到那邊的時候 它會有專人來問你 欸你睡覺是怎樣睡的 你忘記喔 這樣你直接躺喔 那我當時就在那邊 真的在那邊想要睡 想要train那個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喔你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比較適合這樣子的床 因為你的脊椎的關係 你這樣子躺的話 這個比較適合你 這個沒有這麼硬 沒有這麼軟 我到那個時候 我活了23年 我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床可以賣這麼貴 原來全世界就是matchless床 非常有名的就是三個牌子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買的這個叫 Sili Sili 它五位數 我第一次知道 哇床年來真的很貴 可是真的不一樣 非常舒服 它就是秒睡喔 這輩子沒有睡過這樣舒服的床 這個是我第一次 然後Eco啊 Alex他們有講 我們很幸福 在這麼年紀心情 就享受到這麼好的床 這樣好的床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去挑床的話 可以去體驗一下這樣的挑床的一個服務 他們還會甚至根據你的景啊 去選適合的枕頭 還有適合的床 真的有差 因為我覺得你睡好了 你第二天才有力再去做更多東西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自己的精神喔 還有專注力是最貴的 最重要 最重要的 開完床之後呢 我們也需要很多的氣 因為這間家其實那時候搬起來的時候 它已經四年沒有人用過了 所以坦白講 就算它已經有原本的氣都好 它清台啊 然後清脫掉的那種 很多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就希望說把它整個重新刷一遍 然後除了我們最底樓的是 WASARI的以外 我們的白氣都已經全部重新刷一輪了 然後我們的白氣 跟樓上環間裡面的青色的氣 還有我們的CORIDON 五顏六色的氣 都是一個叫Ion Paint的品牌 來幫我們處理的 然後為什麼我們選擇Ion Paint呢 是因為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氣還有負離子 Ion Paint是有 是負有負離子的一個氣 對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有沒有這樣給我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那時候我記得他們來 就遊之前 太小那個負離子的那個指數之後 上完氣再來測試一次 真的是那個負離子 都差好遠 然後呢 最重點是我最印象的 是它沒有味道 所以我就不會傷害到 Lucky Marley Yaya 路里加油小孩的話 也不會傷害到他們這樣子 所以說是一個很Family Friendly 快Friendly Health Friendly的一個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個氣的味道 然後除了氣之外 我們也有需要做一些Cabinet啦 因為你知道在一個屋子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儲存東西嘛 那廚房我們進來的時候 它是完全空的 所以你要煮飯也沒有地方給你煮 但是連那個洗碗槽都還沒有做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設計師就設計了一個圖 然後我們找到了Land Decor 他們本身就是非常專業於用木 來就是Build這些Storage的公司啦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Build了這個Kitchen Cabinet 還有我們的這一個Wack Kitchen 然後Wack Kitchen上面那一層的木 我們也特別挑過防水的 所以他們也不擔心它會壞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二樓房間 大房間裡面的衣櫥也是Land Decor 我們這間屋子的所有的木工呢 都是Land Decor去做好的 它設計完之後其實我真的最喜歡的 就是那個零食櫃 而且你知道它是可以拉出來的它那個Tray 對 所以你不用整個手伸到很深 你也找不到東西 你可以這樣拉出來然後找 很方便 對而且真的很大 可以放好多 可以放好多 可是喔 放再多 你們都很快吃完 都很快吃完真的很快吃 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一大包Milo 然後一隻Ribina 然後那整層清掉 我不懂你們是怎樣做到的 我們公司花好多錢再吃 但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會讓人開心 現在其實已經好很多了 以前我們是很常吃Fast Food的 然後很不健康不睡覺 現在活得比較健康喔 因為人老了你知道嗎 就是Feel到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 當然你知道有裝食物的地方 就要有吃東西的地方啦 所以這種地方就在旁邊 就是一個Darling Area 然後那個Darling Area的那個 桌子和椅子呢 也是從我們這個客廳的同樣的品牌 Commune那裡找到的 帥爆喔 我也是很喜歡那個桌子 其實它跟我們這個很像 也是有那種金色的Metallic Detail的 然後呢那個椅子 我們今天選了六張嘛 然後六張裡面有四張是沒有扶手 然後兩張是有扶手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因為另外兩張是主人家做的 是而且我覺得這樣看過去講真的啦 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如果你六張都有那個扶手的話 第一很占位置 那六張都沒有扶手的話 它又有點像不夠氣勢 所以它有一個Mix的時候 你這樣看起來一個來 就剛剛好 對對對 有Designer去幫你配也是一種 對然後這樣的Commune 真的是很多選擇 還有最讓我驚訝的就是我們的Island 哇!Island這個真的是 那個故事真的是 為什麼那個Island會長這個樣子 首先 這間家我們來的時候是原本空的 可是 有一支東西就這樣抹拉拉這樣讀出來 然後過後他們才跟我講 喔原來這個地方是裝備要給Island用的 我們當下其實我們是決定了想要去掉那支東西 因為做Island很貴 而且我們想要做一個可以搬著走的東西 Island肯定搬不走 但這個時候我的Designer Alex跟我講了一句話 那我做一個可以搬著走的Island給你喔 他就決定了去Commune那邊選一個櫥 自己去Modify那個櫥 鑽洞 然後自己裝一個洗手盆在上面 對那個洗手盆我還精心挑過 你記得嗎? 是那個洗手盆是精心挑過的 平時我們用的洗手盆喔 那個水打到那個洗手盆的時候 它會彈出來 然後有時候洗手它會 這樣 但是我們的這個洗手盆 它是水是不會彈出來的 它會變成泡泡然後流下去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年輕人很難會懂的東西 我每個洗手都洗手所以記得 如果你沒有自己去裝修家 或者你沒有這個經驗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原來洗手盆 一個洗手盆就可以有這麼多選擇 真的所以我才講是Designer啊 還有這些所有設計家具的人 其實他們都很多巧思 因為有些我們自己平時可能你要生活久了 才會發現的一些問題 它可以幫你解決掉 所以這一次我們這個Island是搬得走的 Yeah 我們要走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Island搬走 然後去另外一個地方自己做一個bike 無如何都是可以再用的啦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東西就是Commune的家具 我們真的是有信心它可以跟我們走很久 對 因為它真的很solid 它很有quality 而且這個sofa我睡了好多次喔 其實我自己本身喔 比較少睡在樓上房間 因為我每天大概只可以睡3-4個小時 有時候太忙的話 所以我就只能夠睡在一些 不會睡到太舒服 但是它又ok可以讓我休息到的地方 就比如說sofa 但這個sofa咧 每次講到躺30分鐘喔 我下去都是躺3-4個小時 它是舒服的 但是就是因為它舒服喔 我後來沒有辦法我躺地上 躺在Wisen的meeting table上面 我躺在我的director table上面 真的真的 各大地方我都可以可以用躺 真的 但是講到這個sofa我還有一個點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養貓 我們這邊的所有一切家具喔 都是貓爪會刮籃 對,cash crash proof 你知道喔 因為這個雖然它是布 但是它的密度很高 所以那個貓的指甲 咳不進去 拔不出來 哇,這個sofa到現在還完完整整 Thank God 所以我覺得家裡有養貓的人 就會大概明白說我們到底有多困難 designer也知道我們這個困擾 到所有東西都要想 所以我們 我們其中一個挑戰就是 我們需要找那些貓不會弄壞它的家具 所以你們今天看到我們這邊 所有的一切家具喔 都是貓很難去弄爛的 然後之前家呢 其實基本上看到的東西我們講完了 還有一個東西是最隱形的 那個是後來我們才發現到 這個就是一個可以讓我們的物質 更加不一樣的地方嘛 這個東西為什麼我覺得 我們需要我想要是因為它象徵著我 因為我們是YouTuber嘛 我們製作的內容就是跟科技有關 然後你身為一個YouTuber 你的工作是沒有Smart Home 沒有Hey Google 說不過去 是我覺得要有 所以 Hey Google Switch off living room Sure, turning six lights off 來,去睡覺了走 還沒有拍完 還沒有拍完啊 Hey Google Switch on living room OK, turning on six lights 是我耶 還不買隔天 所以之前講那時候呢 我們就夾了 Ruma 來把我們install 整個Smart Home的系統 這Smart Home系統 到底有什麼 好像比如我們的冷氣 我們的燈 只要你用手可以去開關的東西 你基本上用嘴巴一樣可以 我們沒有把它弄成一樣 我們是把它set成好像比如說 我剛才有叫Google switch off living room 的意思就是 我的整個 living room的燈 變我們的冷氣 都會自己開關 自己自動開關 然後還有Dining area也是一個 Kitchen area也是一個 它是很可以customize的 它可以customize的 我比如說現在我要switch off kitchen 我kitchen所有東西會被switch off 但是如果我要switch off kitchen的一樣東西 我也可以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跟Ruma的老闆 我們跟Jeremy 在這個Smart Home系統上面 通通到蠻仔細的 因為我想要讓自己變Iron man 而且真的很炫 你知道如果你有朋友來 你特地就要show off這個給他看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把所有 所有一切的Smart Home系統的 歸類弄到剛剛好 好像比如說 我有一個mode 叫Zoo Nagarrenmode 兩個船連會打開 其他東西都不會動到 對就是給外面看的 所以我如果睡上Zoo Nagarrenmode 就是我們這邊的動物園 這樣外面的人 經過可以看到的話 我就睡上Zoo Nagarrenmode 對我覺得很好玩 這個整個system的去set 然後去做什麼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完全畫龍點睛 真的不然的話 YouTuber有什麼差別勒 YouTube是Google的 然後如果你們需要到 比如說那些Smart Lock 其實也可以找Ruma 因為我們的也是他們的負責 其實Ruma他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它可以幫你customize 你想要的整set的那個夾的感覺 去幫你找到合適的方法跟solution 去幫你寄出這個問題 我們的手指紋的那個門鎖 也是Ruma幫我們弄的 所以我現在進來 我是怕我的手指被砍掉罷了啦 不然的話 Toy What the heck 不會有人為了要進來這邊 把我手指砍掉嗎 對不對 Toy 就是我們可以用手指去開關這個門 就是沒有鎖匙了 很方便你知道 找鎖匙這個東西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我們身邊很熟的朋友 都會其實都會我們的 tum free tum free 然後我們還有做了一個 就是比較奢侈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們也install了這個speaker 在我們的這個living room 還有二樓的這個corridor 為什麼要做這一點 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在這邊party啊 有時候比如做bibq啊 朋友來啊 想要讓氛圍整個感覺比較好 我們也不想要放兩個大大個的speaker 在那邊 畫好看 這個speaker 裝在上面 平滑板上面的就哇 非常好用 我們就裝了四個 然後我們現在只需要開一個 開成一點 我們在整間家 一樓跟二樓都會 都會在播這首歌 所以不只是我們這邊聽到 半天也會聽到 二樓也會聽到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用處 就是我們晚上在那邊喝茶的時候 可以開那種比較zen的音樂 去修身養性一下 對把那個燈關掉 點個香氛蠟燭 然後在這裡喝了小茶 也是一種很relaxing的感覺 想愛滴的時候超好用 對嘍 這個就是我們的整個過程啊 對 其實中間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你也會正式去想說 你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你每天做什麼 然後你希望你哪一part 你的生活被改善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solution 可以讓你的生活過得更舒服 其實我們也換了一個完整的 這個工作室的tour 就是完成了之後長什麼樣子 是 所以就在 我的頻道 所以大家可以點過來看 是的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想要給我們的話 也真的歡迎留言給我們講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家都還在學習 這到底要怎樣 好好的去set up自己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啦 對對對 尤其是年輕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想要自己租一個地方 然後又想要裝修成你想要的樣子 但是又是可以搬著走的 就是你在搬家的時候 你想搬去下一間租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一起搬過去的 就是大家一起討論參考一下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至少是在你真正買一下 你自己的物質之前 你租一租喔 然後學習裝飾一下喔 其實也是一種練起來的 這樣子你到時候 你就不會lossable 對 等到你真正可以買一間家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不知道 你就會對一切都很熟悉 裝修家會花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買這些可以搬著走的 它像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還是一種投資 對 你一樣其實有一天你一樣 是可能會需要到自己家去的 只是你早點買早點享受 然後在自己租的家享受 那個東西你又不是做了給屋主 你做了也是你自己的 你可以搬著走的 而且其實這樣子 你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那個空間 可以去給你移動啊 給你去換啊 我覺得這樣的moveable的pistons 可以做到這樣子的那個效果 我真的是完全傻耶 因為其實你看到你現在自己本身的家齁 很多東西都是built-in的 我們家裡的東西都是先做fix好在那邊 但原來可以moveable的這些loss furniture 原來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也是很好看的 我很喜歡啊 給予建議 所以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下方点个赞 不要帮我们分享出去 然后我们会拍我们的第二个 短故事tour 敬请期待 记得订阅我们的channel 记得点击小铃铛 然后有什么留言的话呢 记得告诉我们啦 这支影片我们讲话 应该讲到有点累 整个过程太长了 我们从百年讲到晚上了 对 很回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就是我最怕的那个状况 没有 我为什么要这样抖 我们不要 这个抖能不能拍啦 我在哪里 我是谁 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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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哪里 我还有 Anna 偶爷 在哪里 到你 干过 好 市々